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2020大选感悟 近来 美国2020年大选风波在全世界都是热点话题 两派的支持者闹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在选举结果是否有虚假投票上 川普派认为拜登这次票数超过他 是因为民主党和建制派们利用死人来投票 甚至凭空制造假票 因而希望重新数票 对于美国的选举 作为超级大国 美国的一举一动自然而然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经济与政治 但我们海外国人对这两派的支持与分歧则十分尖锐 各方都有自己支持川普或者拜登的理由 尤其是川普支持者 许多人都为此愤愤不平 而且这一派人在海外反共国人中自2016年川普当选后就逐渐占据主流 其理由根据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 川普有反共总统里根的风采 同样采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 二 里根任内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及星球大战计划直接导致苏联财政走向崩溃 并发表了著名的推导这座墙之演说 间接让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促成苏联解体 这一派主张说 川普是里根的继承人 其对中共从2017年开始的贸易战让中共经济开始走向下坡 并且许多制造业工厂在逐步从大陆转移 三 川普打击民主党的绝对平权和福利构想 并且用建筑新墙来限制大量不受监管的非法移民涌入 以免造成美国人口结构和社会资源偏袒外国人 避免了美国向社会主义靠拢 四 川普避开左倾的传统媒体 却仍遭到社交网络的限制 如推特和脸书等 让许多华人产生怜悯 回想起在大陆的言论管制与迫害 而反对川普的国人 虽然比例较少 但在年轻人和新一代移民中数量更多 他们支持拜登的理由除了反对以上四挑外 还包括 一 川普造成美国社会撕裂 破坏了之前几任总统设立的世界秩序 让美国失去世界领袖的地位 二 川普性格乖张 面对媒体和反对声音缺乏耐心的姿态 有损一名国家领袖的风度 三 疫情期间美国公开感染数字世界第一 作为国家元首川普要负全责 四 认为川普应该放下傲慢姿态 与中共合作 乍一看 川普似乎是一个任何反共华人 都应该去支持的角色 因为川普在任内不但开启了贸易战来打击中共 而且川普还有本土价值的美国人作为靠山 因此有人说川普就算有再多的缺点 也比与共产党互通有无的民主党要好 所以必选川普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川普发动贸易战是不错 但其本意真的是摧毁共产党吗 如果是 那如何解释在多次准备制裁中兴之后 又取消惩罚 又如何解释 川普在明知道华为有控制世界信息技术的野心后 仍然多次与中共妥协和谈 更如何解释 其女伊万卡在川普任内仍在大陆有商业品牌 其实 这一切都解释得通 以上对川普的分析 没有错 是 川普的确反左翼 反共产主义者和暴乱分子 但这一切都是美国本土的社会主义 这一点对美国百姓是个福音 但是川普对于美共贸易之间的谈判 在笔者看来 只不过是政治的交易 川普从头到尾 或许根本没有想要彻底摧毁中共的统治 实际上不只是川普 美国历届的领导人都一样 倘若他们想要摧毁世上那邪恶的共产主义 为何不从古巴开始 古巴可是距离美国最近的马克思主义国家 对美国本土有直接的战略威胁 当然 也有人会认为 川普是最特殊的一任总统 他决定先灭掉最大的中共政府 然后再来收拾朝鲜和古巴这些小国 可是四年过去了 川普如果决心对中共采取重点打击措施 早就应该用上了 而不是目前这样的小打小闹 而且如果他真的要打击 力度根本不可能会用在经济上 因为美共经济之间是互相依存的 如果切断了与共产党的经济 川普首先就要面对来自华尔街 乃至全美国农业和制造业者的天量压力 别忘了 中共国可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和第三大出口国 这是从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就建立起的世界秩序 川普就算想 也不可能去做 因为这触及到太多人的利益 这点上 可能也不能怪川普不争气 因为最早与中共签订WTO的是小布什 而最早与中共政权打破僵局 进行建交的则是在美国民望极高的尼克森 都是共和党人 或许会有人出来说 民主党人的克林顿和奥巴马等人也对中共是好啊 这么说是偏心 没错 民主党人不只有奥巴马和克林顿与中共没来眼去 最早还要追溯到二战期间主张新政的小罗斯福总统FDR 以及其继任者杜鲁门 这两位不但在1945年二战尚未结束 便与苏联和英国签订了出卖中华民国东北等地区的亚尔塔密约 更在国共战争期间对国军进行长达两年的武装禁运 让经历过日军重创 军工铲除和财政全面崩溃的国民政府直接输掉了中国大陆 而共和党人中最反共的里根总统 则在其任期内对台北国民政府派出细作张献议 从1982年起就被里根政府的CIA吸收 参与蒋公生前主妇的核弹研究计划 并将情报持续输送给美国 最终章于1988年全家叛逃至美 并在蒋经国过世后 里根迫使李登辉向美方移交核武研究项目 自此 中华民国自主研发核弹的血汉复之一具 倘若里根是最反共的总统 那么一个只剩下台鹏金马的中华民国 为何不让其如以色列一样拥有核武器 并给予大量军事援助 以对抗中共的威胁呢 难道说 耶路撒冷可以享受美国的全面支持 而台北就只能傻愣愣地购买一些美军过时的潜艇和飞机吗 从雅尔塔协议对中华民国主权的出卖 到国共内战中对昔日二战盟军的背叛 再到杜鲁门对蒋公的冷落 以及尼克森访路和里根的核弹叠影风波 美国战后的这一系列行为简直就是在帮助中共在大陆茁壮成长 笔者认为 如果说是苏联让中国逃到了台湾 那么美国则让中国死在了台湾 难道 这就是站在反共前沿的人类救星 美利坚吗 许多国人 对美国往往抱有过高的期望 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 总盼望着美国政府能够以自由世界领袖之资 给神州大帝带来西方的先进制度 帮助中国人重获自由 抛开这一厢情愿不谈 我们国人首先要以理性的姿态去看待一个国家 美国的总统代表的是谁 难道不是美国的公民吗 既然美国并非中国 那么美国总统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去帮一个外国 所以这其实挺可悲的 一群反共的异议人士 居然把改变自己祖国命运的期望寄予在一个外国身上 甚至是某个外国总统上 我们的民族是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居然不以此为耻 向外国人祈求得来的自由能够长久吗 就算碰巧得到了 我们民族在世上哪个国家会给予尊重 民运和一些川普支持者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 美国与中共二者之间的冲突远远小于共同合作后得到的利润 美国的华尔街 西谷的IT精英 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政客们 无不盼望着两地交好 以便发展投资和产业转型 即便是川普 也难以逃脱这个前任总统们设下的轨迹 就好比杜鲁门的政策来源自罗斯福 即便后来共和党的盟军元帅艾森豪威尔来了 也没有魄力去改变其前任所设立的秩序 所以 要想真正地光复我们中华一族的国家 就必须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地耕耘 而不是单单依靠外国的政府和组织 套用一句俗语 自助者 天恒助之 我们只有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去竭尽全力的拼搏 如此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此时此刻 要有犹太人复国的那种斗志 为了国家誓死捍卫子孙后代的勇气 我们虽然没有犹太人两千多年流离失所所磨练出来的技能与财力 但我们有两岸三地仍然忠贞的国民 他们仍然称自己为中华后裔 炎黄子孙 这些才是我们的血与肉 才是我等最大的力量 诸位 我等所挑战的秩序 不单单有中南海 要知道 当中华光复之时 历史的伤疤将被重新揭开 到时候 我们还要面对的不仅有白宫 白金汉宫 克里姆林宫 还有来自华尔街的挑战与较量 身为炎黄世纣 神州后人 面对这一光复民族共和之重任 可谓是前所未有 但只要京城所至 一番奋斗之后 大陆一定会被再次光耀 中华也将重归民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